续了电动车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 我总觉得他的手上有一手好牌 就是台湾有在贩售的电动车 基本上好像我们都可以 在他的车库里面找到 那就是Bub哥 那Bub哥经常来分享 他购入了车款之后的长测 甚至是比较 但是总是不断的定心车 也会有旧车要太坏 今天我们来看的是他的抬抗 台康现在也进入到要 风箱的阶段了吗 Bub哥 对 其实我大概 如果是我自己个人用的车 我大概平均都会开三年左右 那我从2021年1月交车到现在 其实已经大概满两年半了 两年半 所以我大概已经差不多接近 已经准备要让这台车脱手 工程升退的话 对 工程升退 那其实我开台康的距离 其实很长 这台车我觉得跟现在的电动车 大概已经大家对电动车的 这种比如说包括电号 续扬里程 大概都已经有一定的认知度了 但它还是一台很特别的车 我们先看一下 它目前要工程升退之际 它的里程数是 对 你看这一张 我的里程数其实已经到 七万两千公里 这是我在这一年 其实算少开了 哇 已经来到七万多了 七万多了 那 钟宜 我要给你看一个数字让你觉得 我已经瞄到了 但我难以置信 我要讲我难以置信 你看我的 这个是我的电号的累计的 旅程电脑上面的资料 而且这是一个总距离七万多 七万两千那时候你的记录 对 其实都没有归零 而且你会发现它的时间 其实我等于是有 一百天的时间是在车上 因为有两千多个小时 但是你看我的平均电 六点多 每一度电六点五公里 对 你可以想象是一台 五百七十一匹马力的车吗 而且因为你以这个里程数 你们基本上不太可能 只走这种短程区间 你都是常跑高速公路才有可能吧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一部分 我要特别解释 就是说如果我经常性的是 去开市区的道路 有一些车有它大概只有三 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车 可是那他不是都说高速行驶 特别跑高速公路 有可能就是电动车 续航里程的硬伤 对 它应该就是会比较耗电 你跑的里程没那么多吗 为什么台康是反其道而行吗 它不一样吗 它个性特别不一样吗 我觉得台康是 所有的电动车里面 最特别的一台车 第一个 现在电动车里面只有它有变速箱 而且它的变速箱的齿比 一个是8比1 一个16比1 它常态的情况下都是用2档 所以它的变速箱的齿比 根本就是不利于低速 所以你平常如果在市区走走蜻蜓 基本上就是变成是它最没有效率的时候 那你开高速的时候 它就变一尾活龙了 果然是保时捷 保时捷不常让你开慢是这样吗 对 而且大家想说 它不是有变速箱吗 它不是应该低速的时候用齿比 比较小的 然后在高速的时候再换大齿比 不是喔 它其实是切到sport的时候 所以它的这个变速箱的齿比 根本都不是为了节能 它是为了要创造更好的加速 所以它的思维 完全就是一台跑车的思维 那另外一个 它在空力上面来讲 其实它的表现很好 其实我们讲说 其实这台车 我觉得Taycon 我偶尔还是会开它出去 我每次开它的时候 我都还是感受到它的气场很强 而且你刚刚就自己看着看着 突然说 Taycon怎么看着还是那么帅 对 其实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要去一些场合 去工地 然后到了现场之后 周尔很多工程运已经在现场 但是我觉得我开那台车 快要接近现场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注目感 大家就在看这台车 然后走下来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说 因为他们当然都会叫我老板 老板来了 老板来了 所以我觉得整台车 在整个出厂上面 作为你的座驾上面来讲 我觉得宝石姐一向 就还是会有这种王者的气息 再来我觉得就是 他对于Bob哥的电动生涯来看 也是一个在启蒙上面的一个重要角色 其实他算是我的电动车启蒙的2.0 2.0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1.0是i3对吧 i3 10年前我去看了i3 对电动车产生很高的热情 那这台车呢 让我对于电动车的发展 有新的进一步的见解 一方面是他的充电呢 其实我们讲 刚刚中一提到 在TICAN还没出现之前呢 某个程度来讲 特斯拉呢 好像有点剑佛沙佛 对啊 因为我们都觉得特斯拉最厉害 就感觉起来 传统车产没一个能打的 是的 但是至少他在几个面向上面来讲 他能够挡得住特斯拉的这种攻势 第一800伏啊 我觉得800伏 其实在TICAN上面很特别 特斯拉是专门擅长做 最简化的东西 他的目标就是把所有的东西 做到最有效率 但是保持也是一个 很擅长做复杂的东西 TICAN上面总共有四个电压 对 我知道 有800伏 有12伏 有48伏 还有一个400伏 因为他当时在做800伏系统的时候 市场上是没有400伏的空调的供应链 所以他又塞了一个400伏的空调 真的好难想象 对 那我们讲充电 因为它有800伏 因为它的充电效率很好 我们那时候还特别去聊了保时捷的电池管理系统 对吧 那Bob哥 总结你这七万多公里 两年半的使用 它的充电曲线 对 你怎么评价它 其实我 我们偶尔去充电的时候 都还会有一种赞叹 然后 充体 充体舒畅的感觉 保时捷 其实TICAN有很特别的 它是现在的电动车 唯一有两个充电孔的 对 但是快充一定要在右边 然后你看这个快充 你看我们前一阵子去充电的时候 这个大概就是四月的时候去充电 13分钟我们充了50度电 最高功率是 最高功率有到220 263 平均 平均220 我觉得这个平均220 大概就是一般会觉得 这个大概是最高功率 然后平均大概比如说150 就很不错了 对 对 然后你看它就这样 在很短的时间 13分钟之内 它大概就把 我这台车的电池 大概就充了 60%左右了 所以你大概差不多 如果十几%进去 那你这个大概就已经接近80% 换言之 我们可以想到是它的充电曲线 不是那种跳水式 只有短暂的最高功率 它真的是一个高原期的总线 它是功率很高 而且又是属于 高原期的 高原期的 哇 这个充电曲线真漂亮 对 我们讲说这种 除了它很高之外 它还持久 持久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很多电动车呢 它会追求一个数字 就是充电功率最高 然后可能很快就断崖式往下 所以你看整台车的 因为啊 如果我们用跑步来形容 有些就是说 好我一开始冲刺嘛 所以我最高功率出来了 但是我很快的 哇 必须降速 因为平力不够 就是亚马加跟肯亚的 常跑选手两个结合 就速度又快 又跑得久 爆发力强 然后又跑得久 真的很猛 真的很厉害 对啊 所以你看我这样子 一路冲下来 到这个地方 其实已经到了60%的时候 它还有 还有功率到超过200 60%功率 最大充电功率 还能够这样 那真的是 那在这段时间之内 你的维修保养成本 我是全台湾第一个 做3万公里保养 因为TICAN是 每3万公里保养 油车是1万5万包世界 所以它还是有比油车 还要多一倍的时间 3万6万 3万6万 对那3万呢 花了1万多块 1万出头 大概1万1 1万2之类的 6万也是 然后你问我说 它到底保养什么 我其实真的还想不起来 因为它的项目 其实都 比如说前头掉胎 检查 一些工资项目 对工资项目 对那第一次做的时候 有做空气滤网的 就是空调的滤网 空调滤网的更换 其实都是在 满不要的耶 对高级车里面算是 比较高的花费 其实都好几千块 对 所以大概除了这个之外呢 其实刹车来电片 也不需要换 轮胎 轮胎 其实我轮胎换过 大概4万多的时候换了 所以我觉得电动车 花费最大可能是在轮胎 那你换EV胎吗 我用原厂的胎 4个轮胎花下来 大概要5万块左右 OK 所以其实大概 以这个规格的轮胎来讲 其实差不多是这个价格 总花费7万多块钱 7万多块钱 所以我整个用起来 我觉得其实很满意 然后我也回原厂去检测一下 它的电池健康度 这个很重要 因为想要买这台车的人 你都已经跑了7万多 请问电池如何 我前一阵子去看的时候 因为原厂插电脑可以知道 大概差不多92 93% 健康度 所以如果以我跑这样的里程 而且我大部分时间 其实有 高速 使用快充的情况下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这样一任车主 请问要花多少钱 来买这台车 我不晓得 但是我去年问的时候 我开了一年的时候 我去问的时候 我去问原厂中古车 他会说 爸爸 我说你要 我说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 他竟然跟我说 你就卖九折价吧 去年此时吗 去年大概我买 大缺车的时候 我大概买一年多的时候 因为当时 因为我买的是 470万左右 那我选配备大概选到 所以你当时卖 可以卖到400多万 我大概是差不多入手 因为含配备下去 大概510万左右 他就说 你就卖460 让人家三价 四百五吧 好好喔 因为现在 整个Taycan 如果是我相同的配备 我当时买510万 现在大概 差不多要再多50万 因为每年都涨价 那现在的身价呢 我不晓得还没有问 但是我觉得 其实 我觉得中午车价 对高级车来讲 其实你就不能 那么在意 因为现在可能 缺车的状况 没有去年那个样 所以当时去年可能 你会觉得有些二手车 甚至还可以卖原车价 让你觉得瞠目结舍 但现在也没那个 现在应该没有 我觉得大概 我们多保留了这一年 可能就是他整个 身价跌最多的时候 但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其实不应该 为了二手车价 去决定车子的 使用上面的这种节奏 对 谢谢Bob哥分享 谢谢台抗来地球 王金县官商 而且我觉得 就是分享了这么多 他实际的表现 我觉得确实很有说服力 谢谢 等一下呢 我们来看是保时捷 电动车 他们自己虽然也很自豪 端出了台抗这样的作品 但是他在整个能源上 他有其他的思考 因为他们有一个 E-FU工厂 在致力落成 到底这又是什么 稍后对你了解 地球王金线 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事报道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台下友们 地球王金线邀您一起上线